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马懿了 活得最长 还窃取曹魏大权 但是如果要说兵呢 或许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 虽然战兵的作用需要靠单条武将的体现 不过他们也在历史中发挥最大的光彩 今天就跟小编来看看三国历史最强战兵丹阳兵 扬州丹阳郡当时号称精兵之地 这是孙策在江东的重要根据地 并为之提供大量毫武席战的丹阳兵 除此之外 曹操 陶谦 刘备等诸侯都曾依赖这些丹阳兵 丹阳兵只出身扬州 丹阳郡一代的士兵 丹阳郡建制于汉武帝原封二年 领时七个县 地域大致包括金婉南 苏南西部和这西北一带 郡至极是金宣州 在三国乱世争霸期间 曹操曾说 丹阳山险 民多果尽 毫武席战 高尚气力 精兵之地 当年十八路诸侯陶董卓时 曹操进兵被徐荣大败之后 派夏侯淳到丹阳招兵 扬州刺史陈温与曹洪有交气 丹阳太守周新对陶董的一举持积极支持态度 所以出手相助 三国志为之五帝纪记载 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敦等一扬州募兵 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新与兵四千余人 无疑曹操从丹阳太守周新那里得到的兵重属于丹阳兵 以后周新还不断给曹操输送士族 达万余人之多 当然也是丹阳兵 徐州刺史陶谦是丹阳郡人 徐州管辖兵马五万 而陶谦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老本 三万丹阳精兵 陶谦手下并无大将 就是倚仗着三万子弟兵打败了黄金军 坐稳徐州 刘备增援陶谦抗曹 而当时刘备的势力极为单薄 陶谦便赠送给他四千丹阳兵 这支精兵成了刘备的家底 后跟随刘备转战千里 立下赫赫战功 其中的精锐成为刘备手下的一支特种兵 白茂精兵 据三国志及裴松之著等史料记载 孙坚死后数年 其长子孙策志在立世 去找袁术要还父亲的救部 袁术开始并没有 将年仅十多岁的孙策放在眼里 多次忽悠孙策 孙策坚持讨夭 袁术便让孙策自己去丹阳目兵 他说丹阳帝以天下精兵辈出而闻名 当时的丹阳郡太守武警 是孙策的亲舅舅 都与孙奔是他的堂兄 在舅兄的支持下 孙策很快招募到数百精兵 孙策后来因故又回到袁术帐下 继续忍受着袁术的耍弄 然而不久孙策的机会来了 朝廷任命刘瑶为扬州刺史 当时扬州至所在寿春 而寿春被袁术占据 刘瑶渡江改制吴郡驱压 并赶走了武警孙奔 于是孙策对袁术说 加油就恩在东 愿助就讨横江 横江拔 因头本土赵木可得三万兵 以左明使军匡计汉室 袁术以刘瑶俱压 王朗再会击 未策未必能定 顾许之孙策趁机 再次讨邀父亲就不 袁术只给了他一千多老弱残兵 和几十匹马 但这些人里却有后来成为 江东东梁的城府 黄盖 韩当等人 这是丹阳的新郡守 是周上 周上的侄儿 即是三国名将周瑜 周瑜与孙策同年 二人是生死之交 周瑜前往丹阳 探望叔父 却遇上了孙策 孙策大喜到 吴德卿携眼 周瑜将兵迎策 遂从攻横扛 当立皆拔之 乃度将姬莫灵 破则戎 薛里 转下狐熟 将成 进入区阿 刘瑶奔走 接连征战获胜 孙策手中 已击聚数万士兵 他继续向吴 会击等郡进军 却让周瑜还阵丹阳 孙策深知 要想平顶江东 成为一方诸侯 离不开丹阳的兵源和物质 因此必须坚守 丹阳这个根据地 周瑜实际 接管了丹阳之后 不断派遣丹阳兵 以及周传粮草等攻击 支持孙策 横扫江东 孙策坐大 元树才智上当 他派遣堂帝 元印任丹阳郡守 令周上书职回首春 孙策根本不予理会 他将元印逐出 命自己的表弟 徐坤为郡守 但孙策顾忌 徐坤守握重兵 丹阳又是出精兵之地 若不放心 便让舅舅吴景赋 这个根据地在孙策心中的重要性 孙策发迹之初 主要得益于一人一地 人即周瑜 地为丹阳 正如他自己所说 周公仅应眷一财 与孤有总角之好 孤肉之分 如前在丹阳 发重及传粮 以继大事 论德筹公 此位足以抱折也 而周瑜的发重及传粮 就是派遣丹阳兵 和输送丹阳的战略物资 东屋的天下 可以说大都是丹阳兵打出来的 从此丹阳 在东屋的地位 举足轻重 担任丹阳郡守的 都是吴主亲信重臣 如成谱 太室慈 黄盖 韩当等 建安十三年 孙权将丹阳郡的有限 设县化归新都郡